我们就来看看他这番话怎么说的好不好 他上节目的时候他这样讲 什么大法官视线 就跟我们到教堂里面去 圣经摆在那边 没有传教士谁看得懂 到佛寺里面这么多经文放在那边 没有高僧给你解说 你怎么懂 你连到庙里去抽那个签 都要有庙宫帮你解签 不然谁懂 那么宪法之于大法官 一模一样 大法官等于大法师 他就完完全全曲解大法官的视线 那我知道 如果按照兵哥的逻辑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要罢免 留着留着更好 不要罢免他 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台湾生活已经蛮苦闷 而且被赖清德搞得这样天怒人怨 有一个家伙每天当开心果一样 让我们笑一笑我觉得挺好 罢免他有的时候就会失去一些快乐 那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也无所谓为什么 因为他居然被罢免了 以他这种奇葩逻辑 我相信绿营还是很乐意找他上节目 所以我们大概通道不会断 对还是一样有得笑 就是就拜托各大媒体 这些尤其是绿营的朋友 还是尽量找他上节目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乐子 那当然我是不懂他为什么要拿这种比喻 他比喻这个干嘛 还是他自己觉得浅显易懂 可是完全歪了 不是你这样子 不是这个理事 我是不知道大法官听了做何感想 因为我们一般说 说妙宫在解迁的时候 老实讲就跟算命先生差不多 就是好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有的时候讲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你确定这样是一个好的比喻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相信信教人很多 有人看圣经是每天去听传教士解说的吗 是这样吗 然后看佛经也是要去听这些和尚解说的吗 也不见得吧 所以我是觉得他当然目的还是想要去护航 那可是我觉得他护航的说真的挺糟的 倒是我昨天看到三立帮他做了一篇 我是觉得很好笑 他是说他被中国大陆抹黑了 被那个就是故意剪辑之后 把不是他说话硬塞在他嘴巴里 是说什么呢 就是前一阵子不是在疯传 他去接受大陆媒体的访问 然后他讲我是中国人我支持统一吗 就他说不是我当初不是这样讲的 我明明前面就有讲说 是要在民主自由尊严的情况下 我是中国人我愿意接受统一 他说他把民主自由尊严这个东西删掉 OK 第一个你删立过去 人家在指引你的时候 你不是也讲说你们有编辑权吗 对不对 所以大陆的媒体也一样有编辑权 第二个就算删掉民主自由尊严 你原则上你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支持统一 这错在哪 没什么错啊 那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扭曲了他什么意思 然后他最奇葩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大陆这样剪接之后 才很多人骂我说为什么我现在要去支持台独 所以这什么意思 所以表示他以前不是支持统一 是因为被大陆剪接变得好像他在支持统一 是这样的意思吗 老讲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完全搞不懂 那我就很想请教一下好当我们都是白痴好了 请问一下余大将军 你现在到底是支持统一来支持独立 你到底现在如果在民主自由尊严的情况下 你支持统一来支持独立 到底是什么啊 我真的有点听不懂 我现在老讲我已经越来越觉得疲乏了 就是跟这些绿营的人讲话 我有时候觉得好累 就是根本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逻辑到底是什么 然后每次跟他讲了半天好像鬼打墙一样 就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意义何在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点放弃了 就是我根本已经不想去说服绿营这些人 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根本就是 管他啦反正就是这样啦 你跟我讲什么都不要听 不要听不要听 就是这样而已 那对这种人有什么好说服的 那对于北辰来讲 在我看来他的想法其实也很单纯啊 我们跳脱出一般的正常逻辑 你只要去想到他的心里头的OS可能就是 你管我说什么我就是要上通告就是要上通告啊 就是这样那就好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反而 比较疑心哦因为 昨天自由时报讲说新华社駐台记者来指挥嘛 那我很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民进党人或是民进党人打电话 他也不一定在摄影棚现场 会不会在指导这些绿营的节目制作单位 要他们往哪个方向讲 有没有去告诉这些来宾 哎你们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讲 是不是应该哪一些东西就不要提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啊 我觉得国安局是不是也要去查一下 难道只有大陆来操纵台湾节目的可能性 你们这要调查那民进党操纵台湾节目的可能性 你就不用查吗 所以都去查一下吧公平一点 我想这个于将军他还是得要思考一下 这个最近既然有人要发动罢免 是不是应该更谨言慎行 不要乱比喻 这个比喻失当的话 这个对我们的大法官的也是一种伤害 其实虽然说即便现在很多人都说 大法官都是蔡英文总统 前总统任内的提名的 应该都是有相关相当的党政色彩什么 但我基本上我都觉得 他既然是一位能够成为大法官 大家还是给他一定的尊重 那当然如果因为你要知道 比如说像死刑的视线 理论上会比立法院的视线更快 对等于7月底 对死刑这个案子 我们看看大法官怎么处理 再来评断他们对很多议题的说法是怎么样再来说 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案子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个大法官他们用他们的法律上的专业如何去解读 那这个跟所谓的什么妙宫解签 这个完全是不能相提并论 我想于将军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会增加他的仇恨值 这样的说法会让人家觉得你在搞笑 政治最怕的就是邪心化 尤其在你面临这种所谓的罢免的时候 最怕就是被草包 邪心 确实 为什么 因为中间选民会觉得你在干嘛 对 这种这种这种说法很容易被扩散 如果今天纯粹是蓝绿对决 我没有别的理由 我只是讨厌你我就罢免你 他不容易扩散到中间选民 那最最怕的就是自己乱讲话 你还记不记得陈伯伟 他在立法院的表现 他为什么会最后罢免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在立法院乱讲话 对 他执询乱鬼扯一通嘛 然后被这个国防部长打枪嘛 连民进党的国防部长都 就是说受不了他 受不了啊 对啊 每次都讲说委员你到底想问什么嘛 你讲清楚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本职学能很重要 当明代你不能天马行空 像靳明哥 他在桃圆市议会没有出过彩啊 没有啊 对不对 而且靳明哥的监督力倒是很强的 后来郑文燦对他是这个 也是蛮尊敬 其实我必须讲 有时候监督力道 有些地方的首长 他们在讲这种所谓的监督力道的时候 他有些会觉得说 你越用力电我 我相对的我就对你更冷淡一点 但郑文燦不会 对不对 就是就事论事就好 对就是就事论事 因为你不是从仇恨去咨询 对 可是于将军他现在会面临走向的一个就是 他用意识形态用情绪去发言 那这个对这个对地方民代来讲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我是奉劝于将军 也不要讲什么地方基层服务或什么 因为最近听说于将军情绪上也蛮不稳定的 是喔 我常常在一些政论节目就跟这个 就是对对手阵营就吵起来 就说台面下 on the table都真的吵起来 都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你说罢免他有没有压力一定有压力 但是就不要 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情绪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航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